我说这个香草是永远治不好的病 我是差不多40年以后 1949年去了台湾 后来1988年才回到湖南河洋家乡 人非是非无非一切都改变了 你比如过去马路 我家庭前面的马路叫中山路 现在好像就是解放路了 解放路有的地方是什么列宁路 就是这个政治的氛围 完全把故乡的那种感情 完全遮盖掉了 抹去了 乡草之所产生并不是所谓距离的问题 而是一种被破 被客观反正所破 使你永远绝望了 就是对于在相回到原来的原乡 故乡去以后 产生一种绝望的感觉 乡草其实是一个悲剧 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怀念 简单的思念而已 我觉得做一个诗人来说 如果我没有过去的几十年的那种 负面的生活 有很多是那种负面的生活 比如在战争中 在炮火之下的那种生活 那种人生负面的经验 对我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 写片幕也好 写诗诗诗诗文也好 都有这种投影在 其实我觉得文学的意义主要是在对 一个是对抗时间 一个对抗时间 对抗时间其实也就是对抗生命 第二个文学的最重要的一个意义就是对抗死亡 死亡这个东西是最难了解的 也最不讲道理的 说不清楚倒不明白的 所以我有时候我的诗诗诗写的死亡的部分 就是用一种非逻辑的语言 不是很清楚的语言来表达 文学就是希望在有限的生命里 能够留下一些无限的东西 所以我就说一个诗人也好 一个作家也好 他追求的不是现实的利益 而是一种艺术的云含性 云含性